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Presia 撒醬 今天我是來朋友買伴手禮的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唐村 這一家也是我平常來買伴手禮的地方 台灣跟日本的伴手禮不同的文化 那這一家唐村在十年前 它還沒有現在這麼紅的時候我就在吃了 像過年的時候都會買很多來吃 或者是中藥節日的時候都會動 然後我也是靠唐村的這個扭蛋來做外交的 我相信很多我的日本朋友 外國朋友都有收過我的唐村伴手禮 哈囉 蜜蜜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蜜蜜蜜 對 蜜蜜 你們次買伴手禮是要買誰啊 我要買給你那個之前我在日本工作一年的前同事 然後我每次買禮物就是買很多 好 那我們進來挑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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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有別人這樣子 這個 dol肚做法等一下 在這個分發的動作日文叫巴拉巾 很多人家的概念 對 還有很多我都很好吃 他很懂得給他 對 這個 這種日文教學下來 對 señor勺姐姐 也是日本人超喜歡的伴手禮之一 就是 送禮的時候上司跟平輩的同事又有不同的等級 對 送禮的時候 它有時候有時候就會買一些比較 高單擠一點 更精緻一點的東西 但是這邊要確信做一個是當上司跟你的平輩的同事 你當著他們的面前要發給大家送很明顯的機會 如果有落差的話又會不好的意思 所以這個不是 所以有個別買不同等級的禮物的話 你要個別默默的送會比較好 不要在大家面前就是展現出你的給予的落差 對 因為就是剛剛講到的禮物 大家要公平嘛對不對 很注重公平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這個啦 28個月 最便利 對對對 這個很方便 就是這個啦 還有一點呢 剛剛還沒有講到 日本的這個販客人的話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 這個袋子啊 要送出去的袋子 你要送出幾個人 你就要拿幾個袋子 好好這樣發給他們 但是這個就很方便 因為它的包裝整個就是變成袋子的樣子 所以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就是送給他這樣子 對 而且這個我曾經就是有送給日本水族館的部長 對 然後我就送給他 結果他看到這個包裝 他就說哇 他講說哇看起來好高級的餅乾 然後這樣收到很開心 然後後來他吃完之後 他有跟我講說真的很好吃 他很喜歡這樣子 對 就像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收到那個台灣朋友的 就是伙伴 朋友是還好 就是可能袋子跟裡面東西是不一樣的 對 這個常常有 對 其實我覺得 就算就是本人也是 朋友之間可能會這麼做啦 夠手的話 就是說 可能我是送你吃的東西 但是外面的袋子可能是 衣服的啊 或者是就不同牌子的東西 這朋友之間還好 這朋友之間還好 但是如果是 日本朋友的話 可能會比較介意說 欸為什麼 袋子跟那個 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之類的 對 可能會比較介意 對 他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熟 真的不要這麼做 真的 不然好像會容易被覺得說 欸你是不是拿家裡 就是可能比較 不太需要的東西送人 這種 就不是特別去買 特別去準備備的感覺 對 休息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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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很可愛 啊 還有啊我發現 台灣人如果到日本的話 都會喜歡買一些 要裝電的東西 對 有時候要裝電的東西 就變成伴手禮了 對 不然就是朋友會過他買 這個電器產品的東西 所以就很重康回台灣 對 對 像日本啊 就是會比較 會買那種 台灣特色這種 像鳳梨酥啊 啊 水果 對對對 對 尤其是那種鳳梨酥啊 或者是那種果乾類的東西 特別受歡迎 對 比起喜歡吃水果啊 嗯 真的 哈哈哈 耶 我們回到家了 看看今天的蛋粒品 哈哈哈 欸 這個不是要送人家的嗎 沒有 這是我買的 我要自己吃的 哈哈哈 要吃這麼多 欸 不過我跟你說 那個啊 像這個他們最熱賣的 牛扎糖 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真的是 牛扎糖界的精品 它有熔透比利時 米其林的這個 食品界的兩星 而且它就是 台王之光的 真的很厲害 這麼厲害 對對對 它就是常溫字眼我給 然後聽起來吃也有不同的口感 很好吃 很香 對 又很香 對 它不會那種黏牙 或者是那個問題 那我每次吃之前 我就覺得 牛扎糖滿硬的感覺 嗯嗯嗯 每次吃這個我就覺得 好軟喔 不一樣的感覺 好軟喔 就平常就是也 就是不太吃甜的 但我覺得吃這個 就是 欸 也沒有很甜 就是沒有很膩 就很好吃 嗯 對 這裡面是 對 這個跟傳統台灣的 那個 牛扎糖不一樣的地方是 傳統的是 花生嘛 它這邊是杏仁 對 然後再搭配這個 霸式奶油就很香 很好吃 那你看它這款草莓的啊 看得到草莓的這個 有有有 這邊 對 你看它的草莓是真的有很多的草莓耶 對啊 有充補草莓的感覺 這個外觀啊 也應該很受女生歡迎的 對 女生應該會喜歡 對 很少女心的感覺 看起來就很可愛 一直就有那個草莓的香氣 對 對 還滿濃的耶 嗯 接下來是這一個 起絲鳳梨酥 超特別的 真的耶 這次會想要買這個看看 也是因為看到說 它也是有融獲這個 食品劍皮麒麟的 那個 絕佳風味醬 對 它好像很特別 而且一打開就還有這個起絲味耶 超香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錯耶 嗯嗯嗯嗯 有別於一般的那個鳳梨酥 所以它裡面是 不是鳳梨 嗯 它裡面好像是有兩種不同的 那個 炒煮的鳳梨醬 再加上那個帕馬森起司 有點是中式跟西式的融合 好特別喔 有鳳醋新口味的感覺 而且以前我只吃過那個鳳梨的 嗯 我也是 我覺得它的外皮很香對不對 我覺得吃膩一般鳳梨酥的人 可以考慮買這個耶 嗯 很香耶 真的 對 我覺得日本好像比較沒有 像台灣這種 嗯 口感這種感覺的糕點 嗯 馬吉類的有 感覺類似比較多 那如果是一樣 這個蠻紮實的 對 如果一樣是水果的話 可能是什麼 東京香蕉會比較有名 可是那個東京香蕉 它就是有點像小蛋糕 可是接下來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太陽筆 這個是台灣很傳統有名的零食 嗯 喔 這個好香喔 然後其實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有被衝擊到 欸 真的喔 怎麼會有這麼討吃的東西 喔 所以妳是喜歡吃太陽餅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不太吃甜的 先吃 嗯 然後 它就是裡面那個甜的比較少 嗯 然後就是我覺得味道就剛剛好 嗯 我覺得這個妳會喜歡 我剛剛吃到下盪 它好鬆軟喔 你看 這個 它好多層 然後吃起來是很蓬鬆鬆軟的 如何 這個好吃嗎 嗯 還在裡面吃 真的嗎 它還沒吃到那些啦 哈哈 但這個吃的時候 有點辛苦 啊 對 會掉所以記得要準備一下牌子 對啊 不過好像呢 因為日本比較沒有像太陽餅這種對應的食物 所以日本人都會覺得這個像派 嗯 似乎 好 最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好像是新的耶 對 對 這很可愛 對 看起來很可愛 對 很可愛 對 對 對 我們兩個都想一樣的一件事 就是覺得說 它的外觀很可愛 感覺很受女生歡迎 這樣可以送給女生朋友 而且那個 包裝 紫色色 對 對 看起來很可愛 對 但是這個怎麼吃呢 這個也要給你吃 這個也要給你吃 嗯 好香喔 欸 它是有那個南瓜籽 還有蔓越莓耶 嗯 嗯 看起來看起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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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吃起來是脆脆的感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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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我朋友也說上面的那個果子 和下面的餅乾吃起來很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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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這樣想想啊 台灣的伴手裡是真的很多耶 嗯 對啊 不只是鳳梨說的也大家 對 之前因為我一直很煩惱要買什麼 你之前就是幫我借上那個牛扎桑 嗯 還有這個 這個 對啊這個也是今天新吃到的 我覺得之後可以就是買來送朋友 嗯 真的欸真的欸 那大家 對啊 那大家如果想要送給外國朋友台灣的一些禮物的話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覺得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嗯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台灣的伴手裡推薦 或是有什麼其他台灣之官也歡迎告訴我 我也去研究看看 哈哈 我們每天也有用中文日文在Facebook、Instagram上面 發布資訊 那也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的影片也歡迎看看 那今天謝謝提供你 謝謝很開心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